民眾到加油站加油 員工改賣鳳梨 原本洗車的地方 限水不能洗車 竟然變成水果攤 全台鬧水荒 高雄第一階段限水 終由暫停洗車服務 但工讀生時數照算 工資照領 這部加油站店長突發奇想 和大樹的農民們 採買大量的鳳梨 讓工讀生們來賣 只是賣還不算難 但要切水果的話 可就難倒他們 光是橋角度準備小鳳梨皮 對工讀生來說 都是一大挑戰 儘管一片一片切得小心翼翼 但最後裹肉上 還是有不少的皮 沒有切乾淨 連攤位前的婆婆媽媽們 也看不下去 工路不好辣 我們我們的主業是加油啦 然後附加多講話跟洗車 然後切鳳梨是 很多人都是零食上陣的 業者說其實效果不錯 像是這幾天已經賣出了上百斤 還有民眾一吃就上癮 幾乎天天來 工讀生不只要會加油 還得輪流來站崗 叫賣推銷 限水問題 加油站停止洗車 但這樣改賣鳳梨 員工照樣算時數賺錢 來加油的客人 也可以順便挑選水果 讓加油站在水荒時 一樣有辦法進帳 記者陳古銘 潘穎文高雄報導